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酱油泡菜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我妈都会腌上一大坛子 一吃就是小半年 白萝卜去皮洗净 给它改刀切成条 芹菜洗净切成寸段 再搭配点胡萝卜条 青红辣椒掰成块 把它们一起放在盆中 加入一大勺的精盐 底上下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咱们泡点花生米 泡好后放入锅中煮个七八分钟 进锅加入花椒八角 给它炒香 加入适量的散酱油 再来一勺清香米醋 再加入几粒冰糖 小火给它熬开 压好的菜倒掉多余的水分 用清水清洗一遍 撞干水分备用 再放入我提前切好的蒜片 倒入放凉的料汁 加入花生米 好吃的酱油泡菜就制作恩成了 朋友们如果你喜欢 就给微信一个免费的红心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感谢家人们的支持